为了鼓励民众培养规律的运动习惯 台湾健康运动联盟举办了健康达人挑战赛 成果发表季表扬奖励活动 建盟的秘书长张东阳表示 科学园区为台湾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不少科技人都忽略了运动的重要性 这次的二期CBHD挑战赛 有很多科技人加入运动的行列 成功的带动了运动风气养成 科技人虽然薪水高 但是工市场工作压力大 健康状况不理想 大家都很清楚 而我们这一次健康达人挑战赛 第二期非常非常难得的是 全台湾竹科中科兰科 三个科学园区管理局 局本部都派对来参加我们这个 第二期的挑战赛 而三个管理局的成果是什么呢 是达到军标以上94.57% 更难得的达到顶标 也就是20天以上 居然有88.04% 这是非常不得了的成绩 足以创造全世界的记录 运动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 CBHS挑战赛的要求不高 每天走路齐前步 然后再上网登陆 只要每周至少三天就算达标 要求不难 这次率队参加的康乔国际学校 新竹校区校长杨美玲就表示 这次比赛提醒了很多人 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而且也发现运动其实不难 只要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养成运动习惯 大家在透过这个活动的参与 大家本来不太重视自己的运动的 或者不太察觉到自己健康的 可是因为这样 所以大家开始每天会提醒自己 我要去走一走了 我七千步了没 我是不是可以更多 我原来军标 我想给自己更大更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我要到顶标 因为这样 所以同仁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有活力 而对企业而言 我想这个效能也会因此而更加的提升 台湾健康运动联盟指出挑战赛的结果 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成绩 证明想要打造以健康达人强化护国神山的基石 这项目标是可行的 未来也期望将这项方案推广到全台 让更多的民众一起培养运动习惯 增加国人的身体健康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